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的睡衣们 一共呢是有五套 其实本来的话是有六套的 但是还有一套睡衣 它就一直都没有发货 虽然我自己对它的期待值还蛮高的 但是看情形的话 它应该还要过一阵子才能寄出来 所以呢今天就先来分享一下 我已经收到的穿过洗过的一些睡衣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咯 先来分享这套黄色的 它是短袖加短裤的一个组合 这个黄色真的太元气太夏天了 而且它上面的图案超级可爱 整个印花再搭配上这个超级有活力的黄色 这一整件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可可爱爱的 而且特别有夏天阳光的那种感觉 它的面料呢是百分百绵的 摸起来的话是那种很爽滑的手感 然后这个面料它是比较薄的 夏天穿的话呢也是很透气的 裤子呢是松醒腰的设计 腰上的话是搭配了抽绳 方便调节大小 左右两侧都设计了口袋 然后背面的话呢也有一个都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两套呢 价格都会稍稍的有一点高 但是它们的面料都用的很好 都是那种又轻又薄又透气的 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穿 首先的话呢是这一套 它也是短袖加短裤的一个组合 这套的话我特别喜欢它的点 一个就是面料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小细节方面的设计 它的面料呢是叫做共断 其实我对这个面料成分的印象主要还是停留在四件套 因为有很多会的四件套 它们的详情页都会写上这个面料成分 摸起来的话呢是软软的 有一点点滑滑的 而且表面它还会有那种轻微的光泽感 食物拿在手里呢就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到 它真的就是又轻又薄的一个面料 而且夏天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出汗 像这种面料穿在身上的话 都会觉得很透气 然后凉凉的 然后也不会黏糊糊的 然后再来说一些设计上的小亮点 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下摆 它是拼接了一圈针织类的面料 而且是做成了这种花边的样式 而且它的裤子呢下摆位置也是做了同样的设计 后背的领子呢它是做了一个这样子镂空的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设计 接下来呢分享一条睡裙 其实我本来呢就已经有一条跟这个非常类似的睡裙了 那条的话是好几年前 在这个牌子的实体店买的 也是吊带的 然后也是豆沙色的 但是我刷到这条裙子的时候呢又忍不住下单了 毕竟之前那条裙子已经买来有好几年了 也是时候换一条新的了 我震惊了 这条裙子它居然已经下架了 我才刚收到没多久 它真的已经下架了 但是我还是把它的品牌放一下吧 因为我看到店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类似的款式可以选 这条的话呢它上升的话是会露的比较多的 我可以放下模特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不太适合跟长倍数或者说是合租的朋友 但是如果喜欢这种风格 然后自己在家穿也比较方便的话呢 可以去这个牌子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上升的话真的很好看 接下来呢分享一套全白的睡衣 这套的上升效果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把它放到视频的后半段来分享呢 是因为它是长袖长裤的一套睡衣 考虑到很多朋友可能夏天不会穿这样子的睡衣 所以就放在后面一点分享 它的上衣呢是这种继带式的一个设计 前面这个V领的话就有很多这样子 看起来有一点点繁复的花边的一个设计 它的面料呢是棉麻的 然后有这种竖条条的暗纹 上面还有一些这样子凸起的小点点 就整个细节的话看上去还是挺丰富的 它是松紧腰的 然后左右两侧是没有口袋的 裤脚的话是一个这样子的荷叶边 这套的话呢我买的是F码的 它的上升效果就是刚刚好的那种 即使家居服的话还是要买更大一个尺码会比较好 我觉得穿的比较宽松的话就没有那种舒服感 但是我就懒得换了 如果说是跟我一样身高体重的朋友 我建议大家是去买L码的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穿的这套 它是有长袖长裤短袖短裤不同的组合的 然后我选择是短袖加长裤的组合 因为我一直就很想要一套可以直接穿出门的睡衣 出门拿个派地倒个垃圾 或者在小区里散散步的时候 需要特地去换衣服的那种 所以就选择了这一套 它这个图案看上去不那么像睡衣 不过它的面料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厚很多 虽然它也是那种棉麻的 然后软软的比较透气的面料 但是摸起来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厚 前几天家里没有拍空调的时候 我穿了一下 真的很热 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直接买长袖加长裤的组合 然后等天气冷的时候再穿 不过这套睡衣它的手感是真的很软 而且这个面料它也不怎么容易皱 主要是这个配色的图案 它皱了也不怎么容易看出来 我今天拍视频之前 把其他几套睡衣全部都运了一遍 只有这套是没有运的 但是它看上去一点都不皱对不对 那今天的睡衣呢就已经全部都分享完了 我发现自己经常会在不同的风格之间摇摆 像今天分享的睡衣就有比较可爱一点的 然后呢也有亲手一点的风格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套呢 可以在评论里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